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H5实现俄罗斯方块 这样一个简单游戏 那这节课呢我们开始这一心理课程的第五讲 那么这 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呢是我们的这个 图片的一个资源加载 实际上在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 刷大点的一个游戏里面的话这个资源不仅仅是图片 在我们这个 这个俄罗斯方块这样一个游戏里面的资源也 也不仅仅是图片 当然 当前的这个场景下我们现在只需要 实现图片的一个加载 然后在后面的一个内容里面的话我们还会 涉及到这样一个声音的一个加载 那么 图片加载 会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几个里面呢我们有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是 使用ES6的一个MAMP 这样一个类型来存储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资源数据 第二个呢是 加载我们的这个图片资源 如何来实现 好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MP 能 是 做什么的 好 MAMP的话 它其实是这个 这个 这个 ES6 也就是我们 这个最新的这个 ES的一个 就是 JS的一个版本的 一个新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的名字就是 MAMP 这个MAMP呢 它有别 于这个 这个 这个数组 它 它是一个 K 可以Value一个存储结构 然后这个Key的话 其实是带 索引的 然后这个Value的话是可以是任意类型 那这种的话是非常强大的 一个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要 了解的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MAMP点set 来 设定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第2个呢是 可以通过这个MAMP点get 来获取 我们指定的一个数据 那么是这两点 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 如何来加载图片资源 好 我们还是用实际的代码来 演示 在刷解课里面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 这样的一个 画布的一个绘制 就是说这个大面板 大的这样一个格子已经绘制出来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 来继续填充我们的这样一个 图片资源就是我们的资源 管理器这样一个代码 好 这个呢是我们资源管理器的一个 文件 好 最基本的格式 我们还是把它套上 这里我们只需要一个window 这样一个对象就可以了 好 首先呢我们要定一个什么呢 定一个缓存的一个曼谱来存储我们的这样一个资源 用于存储资源的曼谱对象 然后呢我们需要定义 资源总数 资源总数 好这里我们只有一个 这个当时有什么用 我们 然后会用 然后会用大 第三个呢我们是定义什么变量呢 当前加载的这样一个 好 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来一个enit这样一个方法 定义一个enit方法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来一个什么呢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来一个什么呢 get resource 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在获取资源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个key来进行一个获取 所以呢 这里会传一个参数key 之后的话我们还需要把这个 大对象 这个resource manager 挂载到我们的这样一个windows上 resource manager 等于 好它是一个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get resource 然后还可以 使用 enit 另外我们还可以 注册一个事件 好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 曼谱 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enit里面我们是怎么来 存储来 就是说加载我们的这样一个 资源的 好首先第1个呢 由于我们的资源是图片 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资源给请求出来 我们需要把这个资源给请求出来 那我们怎么来请求这个资源呢 首先我们这个资源在哪还没有拿出来 其实我已经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了 bloks png 然后我们呢 把它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images 这样一个对 这样一个对象里面来 把它成为我们的一个 好资源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内容 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方块这个方块的一个 一些 一些小格子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元素 好当我们在enit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定义一个 这个 图片对象 这个图片的话是一个image 然后 我们给它指定 unload 这样一个事件 当它加载好了之后我们怎么做呢 当它加载好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对象 存到 ebloks 就这样一个名字 存储到我们这个map里面去 好 然后第3个呢是给它指定一个src 让它去加载 我们的 这样一个 内容 好当这个加载完了之后我们肯定要去做这样一个回调 那这个回调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呢 就在这里 是否所有 都是 加载成功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统一的来调一下 这一个方法 就可以做到了 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判断呢 首先是当前 调一次 那我们当前的这个数量就要加一个1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要判断我们的这个当前的数量 是不是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这个 这个resource的总量 如果是 同时什么呢 如果是然后同时这个 window resource manager 给什么呢 就说如果配置了这个回调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来调一下这个回调 为了保证这个回调是OK的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 用type-o这个方法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函数 否则的话会出错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就能够调用到这样一个回调 那我们如何来返回这样一个resource呢 这个resource就通过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样来做 直接 当这个k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直接就返回一个no 那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一下这就是我一个完整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加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 改一下我们这个代码这里面怎么用 当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当在起 启动游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 先 SourceManager 怎么了 给他注册这样一个事件 给他注册这样一个回调 当他已经 OK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去 启动游戏 当然 我们还是需要掉它的Elite 这样一个方法来处理 那如何来验证它是否 成功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Blood里面 简单的 给他打一个值出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 我们来get一个 get一个resource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是否正确 你就可以看一下 打开F12 注意了这个地方说什么呢 ResourceManager没有定义 是在哪个地方呢 这里 这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在index页面来引入我们的这样一个gms 所以说它就会报这样一个错了 好,这样我们再来刷一次 当我们点开始游戏的时候看一下 这个就已经打出来了说明是OK的 好,刚刚当然刚刚这里有一个输出我们把它去掉 没啥用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资源加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关于声音的话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也是通过类似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载 好,关于资源加载的一个内容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 其他我们就下几课再见 好,我们下个车 咱们再见 一会儿 是